今天我们说一个放大算法的高级用法 放大算法的发展历程基本上是这样的 最早我们就是直接放大重新采样 但是这样对于显存是有要求的 如果你显存太小直接就爆掉 所以说有人就发明了另外一种放大算法 叫做TEL算法 那就是我把大图切成小块 逐一进行放大再把它组合起来 这种算法对于显存是没有影响的 只是时间问题 不管你要放多大 只要时间足够我总能做到 当然它最大的坏处是 由于它是着眼局部 所以说它整个对于圆图的还原度是不够的 大家经常会发现 我们在用TEL算法放大图片的时候 突然就蹦出来一个小人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再加上一个Cartonite的TEL模型 来保证细节不会出错 今天我讲的这个算法依然是一个TEL算法 但是是一个TEL的高级用法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有区别的进行分块 比方说背景画的块小一点 因为背景不那么重要 但是人物呢 我就画的块大一点 块越大就代表着出错的概率越小 那到底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特殊的放大方式 那其实呢 它的基本的技术呢 还是以TEL为主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文生图的部分 这个呢 和我们之前的流程呢 基本上保持一致 我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主模型 买GV7分辨率768乘768 STOP AT LAST LEAR 设的是负2 然后我们单独的加价了VE 这项提示词呢 主要是在描述一个弹钢前的女孩 反向提示词呢 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反向提示词 当然这儿呢 我还是尽量的让它接近于Web UI 所以说我的权重的解析方式呢 选的是Web UI的 Hulk的Normalization呢 我选的是me 也就是求平均值 这儿呢 我同样使用了一个CFG的C型调度器 它的最小值呢 设成了5 然后这儿呢 是一个ESPAR包里边的特殊的K-simpler 那主要是应用 它在生成噪点的时候呢 是在GPU上生成的 这样它整体的效果呢 会跟Web UI呢 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生成的第一张图片 那下面呢 我们就看放大的这个部分 这个呢 就延续了一种特殊的思路 首先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节点 我们将这个图像呢 直接给它放大了两倍 当然这个图片肯定是模糊的 那我们也不用预览它 然后呢 这个图片在后续的部分呢 会将人物先检测出来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人物检测模块 当然了 我们用了一个 有了微霸的Person模型 结合我们的三模块 然后呢 用一个SimpleDetector 也就是简易的检测器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人物的 余分割的部分给它检测出来 然后拿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不同尺寸的Tile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人物的 由于人物呢 是整个图像的主体啊 所以说呢 你注意 我在进行TileSack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将它的Box Size 设成了1024 那同样呢 你注意它的MeOverlap设成了20 另外呢 它整个的这个膨胀值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它有一定的余量嘛 所以说呢 我们将这个人物的这个选区呢 给它膨胀一点 那膨胀的是80个像素 这些参数设置的原因呢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是整个图像的主体啊 所以说呢 你注意1024的一个Tile值呢 会把这个人物大部分都给它包起来 它虽然也分成了两个块 但是你注意 总体的主体呢 还是在一个块这边来出现的 只有少量的被放到了外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设成1024的原因啊 1024呢 主要是为了让人物的近少量的出现分块的情况 因为它分块越多呢 容易出现问题的点呢 也就更多 那背景呢 就是另外的一种设置方式了 我们来看一下 背景的Boss Size 我们设置成个512 它膨胀的系数呢 也设得比较低 10 因为呢 它本身是大的背景嘛 不需要去膨胀 那Overlap的依然是20 那刚才我们在讲 这儿的Overlap是20的时候 并没有给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儿呢 不容易看出来 因为这两个重叠的部分很多 而重叠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设置的值 而是因为这个图像不够宽啊 但是你要是512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看 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第一块呢 大概是到人脸的这个位置 而第二块呢 是到这个窗帘的位置 而第二块和第一块重叠的部分 大概是这么多 你注意啊 肩头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猜一下这块是20像素吗 我觉得肯定不是 比20像素要多 因为整个的这块是512 那所谓的20指的是 重叠的这个部分占我们分块的百分比啊 也就是说这块啊 它应该是整个图像的一个20%的一个比例 那同样你注意在背景上 我们采用了比较多的分块 因为背景呢 并不存在主要的细节部分 所以说它放大之后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呢本身对我们这个图像来讲的影响是不大的 那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把它分块设得再小一点 你的分块设得越小 你迭代的次数也就越多 那你整个的效率是保证不了的 那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 大家注意就是sig的contact 就是我们会把这两个语意分割的部分给它组合成一个全新的语意分割的部分 语意分割你可以简单的认为就是mask 当然它本身还是有区别的啊 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做概念上区分 然后完了之后呢 直接给我们的detailer啊 就是一个优化器就可以 你注意在这儿呢 我采样的算法和我们文生图的采样算法呢 设置的不太一样 这儿是呢 DPMMPPSDGPU 而这儿呢 我用的是欧拉-A 这个呢并不是什么技巧啊 是我忘了去改了啊 所以说呢出现的图片呢 可能跟原图呢不太一样 会有一部分欧拉采样器的这个特点在里边 但是大家注意整个的这个放大技术呢 就非常有技巧了 一方面我们用了tile tile的好处就是 不管我把它放多大都不会保险存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一个分块技术 但是这个tile又是一个可控的tile 就是不像我们用contra-net的tile 你用contra-net的tile的话呢 你基本上是就直接去用就可以了啊 而在这儿呢 我们就有很多的操作空间 那这儿我们用到的思路主要是 主体的部分和背景的部分 采用了不同的tile 这样的话呢 我们既可以保证整个图片的质量 也可以突出人物的主体 所以你看到了吗 我们把背景画成了512的 把人物画成了1024的 所以说人物分块呢很少 背景分块多 其实无所谓 这样的话 我们既保证了整体的性能 那也保证了人物的主体质量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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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